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听障艺术家是苦无出头的机会 为什么林良才能够在主流的艺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他成功的秘诀 这个高362公分 宽150公分 名叫欢愉的雕像 是这一次各展中林良才最喜欢的作品 我不要只是呆板的战者 要有动作 不管丑或美 自然就是美 不同的身体部位 不同的知识 这次各展主题青春的快步 林良才还是用他擅长的铁柱 以最简单的线条表现出人体的美感 他是完全没有加工 只是一粒一美 把造型做出来 这真的是很难得的 不只看展民众给很高的评价 其实林良才的作品在艺术商业市场上也打出一片天 像欢愉这个作品 定价430万已经有买主 这次各展中也大半都已经贴上已订购的红色贴纸 现在有很多龙人艺术家苦无出头机会 为什么林良才可以这么成功 以汉阶创作很多人都会 但是真正会创新 以人体为主来创作的 只有我一个别人都没有 以林良才来讲 他的听障并不对他的人格造成不好的影响 他的乐观还有他的这种开朗 甚至超过我们一般人 从林良才自比利时学成归国 就和他合作办展的李松峰说 虽林良才听不到 但从不影响他的创作 每次展出都是新的作品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自然就能够在听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8年还拿到53年雕塑奖的肯定 就算林良才现在成就人人称献 但是他从来不自满 认为创作是无止尽的 还是需要不断地学习 多参考外国书籍资料 自己出去搜集素材 然后一起参考创新作品 在请老师评论几次之后 就会跟透彻 每个生活中的细节 都可以成为林良才作品灵感的来源 更重要的是 他永远不停止任何创作的机会 林良才为听障艺术家树立了一个最成功的典范 记者刘萱文王新忠台北报道 今年冬天的第一个大陆冷气团 将会在这个周末报道 低温将会下探13度 不过因为11月的天气实在是非常的极端 有很多地方的高温和多雨都破了历史记录 接下来的冬天到底是会偏冷还是偏暖 气象局说实在是很难预报 都11月底了很多人的短袖衣服都还没收 因为今年11月的天气实在太特别 原本该来的东北季风没来 使得基隆 苏澳等15个气象站高温破历史记录 将雨方面也有10个侧站 单日雨量破记录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东风到东北风 只有这边有个东南风 有水气从那边过来 再碰上这边的西南风 两个河流 所以整个雨带就延伸到台湾来 告别异常的11月 接下来冬天到底天气如何 气象局表示 今年有微弱的反圣音现象 冬天很可能气温会偏低 但凡北极震荡并不明显 冷空气都锁在北半球 所以今年冬季到底偏暖或偏冷 对气象预报来说是个大难题 特别是对我们天气预报来讲很特别 就是它的信号都有 有可能暖冬 有可能冷冬 有可能正常 有人就直接讲说 那还需要做预报吗 其实我们预报并不是每次都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周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周五入冬的第一波大陆冷气团 就会暴到还会下雨 周六的天气则转为干冷 气象局提醒 每年冬季 大陆冷气团还是会陆续南下 气温骤降 民众得开始注意保暖了 记者林正午秋不才台北报导 茂伯因为心肌梗塞突然过世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有心脏科医师表示 只要是有慢性病时的中老年人 不管体重过重或者是过轻 都是心脏病时的高危险群 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过世的人通常情绪比较容易紧张 也容易引发心脏病变 国民党组发会前主委廖峰德 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 以及演出海角七号爆红的茂伯 都因为心肌梗塞促势 心脏内科医师表示 虽然气温骤降剧烈变化 是引发心肌梗塞的原因之一 但有些人发病时 都不是气候骤降的时候 因为只要是过了中年 又有慢性病时 都会是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 男的在45岁以上 或者女的在55岁以上 他有高血压 有高血糖或高血脂 或者抽烟 或者生活情况紧张的话 那他就是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 医师说 临床有八成影像猝死患者 都是心脏疾病所引起 主要以脑中风 心肌梗塞为主 很多人从刚开始的胸闷到死亡 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另外一般民众常觉得 只有体重过重的人 较容易罹患心脏病 但医师表示 其实过瘦的人也是高危险族群 过瘦的话就是 就是说这样的人 通常他是比较会 生活在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那随时心脏 处在一个紧张的状况下 也比较容易有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医师提醒 如果经常羞闷 或是运动爬楼梯时 感到呼吸急促不顺或是费力 可能就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一定要尽快到医院 接受检查 记者综合报导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或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我家每周都会固定打扫一次 手语的结构是 我家扫地 每周规律 打扫的手语 在这里我们用扫地来表示 一手当本机 一手当扫把 然后动动扫把 这样就是打扫的笔法 我家每周都会固定 打扫一次